尊敬的战友们你们好 你们健身了吗 昨天我们开会啊 开得特别好 学了很多东西 所有人都在问中国关于王岐山回炉 中国修宪 中国的未来为什么会这样 我基本上很简单回答 一个国家啊 当这个国家的教育和这个政治和政府 缺德的时候 我说这个国家的女人和孩子 首当其冲的受害 当这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我说他缺法 缺法制的时候 我说就是遍地便没有公平 必产妖孽 我说今天的中南坑 里边之所以这样 中南坑里出了妖和怪 妖孽 就是因为中国缺德 缺法制 缺德缺法制 哇这下边你看这抗议的啊 抗议这个这个枪制的 这个缺德缺法制的国家 什么结果呢 就出大妖出大怪 出大妖出大怪 当然没有公平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必将遭受大难 首当其冲啊 就是那些中国的妇女孩子们 没有好的教育啊 丈夫强者都在外面乱搞 还要把这些的女人也穿上三脚裤衩 我说你看看随虎当中 所有的那些被害的梁山好汉们 不都是当年高求那些奸贼吗 你像那高求的弟弟的孩子啊 什么叫高熙进高连呢 高熙进呢 去把人家那个什么火旋风裁进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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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叔给打死 还抢人家宅子 所以我李逵跟他就是一说 要打这些李逵就李逵把他给杀了 就没办法把火旋风裁进这李逵 所有人又逼到梁山上去了 梁山好汉哪个不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缺德 缺法制 没公平 那个中南庚当时的皇庭里边 朝廷之上出了妖出了怪 所有的好汉们有正义的人士 包括最多的是梁山好汉是出自党内 就是当时皇帝的提侠提督们 今天的公安局长司法局长逼上了梁山 今天中国的好人都跑哪儿去了 都跑了美国欧洲来了 美国和欧洲这些文明国家 就是当年宋朝的中国英雄的梁山 当然了有很多是狗熊啊是骗子啊 这个像什么夏夜良啊什么什么史诺啊韦石啊 是吧陈军啊是吧 这些人这都是骗子啊 这都是威胁分子 还有什么李洪宽啊 这都是精神病 所以呢 现在你看中国 这个法制问题 我回答那么很多问题 他们都了解很多 例如这个傅政华当了司法部长 我说你想想 这个傅政华当司法部长 和王岐山当了中国的副主席 外文叫做Vist President Vist President 我说他不是Vist President 但是你没办法 就这么说 孙立军升官 那么很简单 这些人全是酷吏 今天你让傅政华 他本来可以进监狱被别人管 他现在要管监狱 管全国的监狱 被他冤枉在里边关押的人 他要灭掉所有人的口 要弄死这些人 和弄死这些家人 虐待死他 躲猫猫死 心脏病死 抑郁症死 自杀死 你看嘛 无数个 然后呢 管律师 这个律师是解释戒律 就是解释法律的 这管律师 那律师还能说话吗 律师要的就是公平 中国媒体不自由 律师再不让解释戒律 要听政府的 那要听傅政华的 王岐山的 孟建柱的 孙立军的 那中国还有公正吗 我说 失去公平的 没有法治的社会 必生产妖孽 这就是为王岐山 为什么回炉 这就是为什么 王岐山 能骗习近平的 让他修宪 还要让他终身制 他也终身制 让傅政华 去司法部部长 然后去灭掉 所有他们过去 害的人 还活着 还张着嘴的人 然后再把律师 解释戒律的律师 全部给灭了 没人解释戒律了 更没有媒体监督了 这就是中国 我说 因为他们的作孽 因为他们的恐惧 他们要延续下去 必须hold住这把椅子 hold这把椅子的时候 未来可能 知道知情者 例如王岐山 例如孟建柱 例如傅政华 例如孙立军 知情者可能会把他们 给说出来 咱们一起来 hold住这把椅子 你也别离开我 别让我实际控制 我也得控制 所以说 这就是眼神耳目 你眼耳盗铃 而且我说 你看这个外国呀 现在这个 到处是蓝金黄 美国刚刚出了一本书 写的就是 中国盗国贼 在西方的蓝金黄 火爆至极 然后你看看 这个美国的参议员 罗比奥 你看看美国新上来的 John Porter 你看看这个 蓬佩奥 国务卿 这些人 都说得非常清楚 是个中国的盗国贼 是西方文明 乃至中国人民的 所有全世界人民的威胁 然后现在台湾 这个所有人都意识到了 下一步的盗国贼 一定利用 挑起大陆人民和台湾的这个矛盾 来化解内部的经济危机 和这些人被盗国贼绑架 所谓的选票 高选票 差一票 差两票 差三票 还有一定制造 中日之间的民主矛盾 让中日之间的矛盾 转移内部的这个事业 然后把它们列为功臣 我抢回了 钓鱼岛了 然后呢 我说很简单 你看看 美国这次非常聪明的 台湾未来 直接在台湾就是边减 全世界就是15个国家 直接减了 直接到美国来 但是中国未来人民 中国人民想来美国 上西方世界 难了 太难了 谁搞的事啊 盗国贼搞的 因为你的不友好 不诚实 不对线 让西方对我们怀疑 盗国贼的嚣张 让他们感到了恐惧 所以 战友们 昨天我在这个会上 我深刻的感受到 文贵爆料的革命 已经是成功的在西方 引起了核爆炸的效应 让所有的有良知 有能力 有知识的人 现在都在关注中国 只有一种人 就缺德的人 缺德人必缺智慧 缺德者必缺智 他没有智慧 缺德缺智者 不往上看 就像我们家的死弄小狗一样 直往下看 看狗粮 看他喝的水 他不往上看 他不看未来 这就是海外的伟类 海外的伟类和盗国贼 在海外的帮凶 和现在驻咒为虐的人 也在西方配合着 这些盗国贼们洗钱 干着非法伤害世界公平正义和伤害中国有良知人民的勾当 伤害着中国最弱势的群体 女人孩子 西方世界是容不得这样 西方是以法的国家 真的以法治国的国家 不是以法治国 不像那个曾庆红家族 要把通货中泰 以法抢走我42套公寓 一百多亿的房子 要用10个亿抢走 不像江家控制的上海银行 37个亿 要拿走300亿的房产 而且要通过法院拍卖拿走 大家都知道 谁上盘股去 谁敢吗 谁敢去拍卖吗 不敢拍卖 谁敢拍卖 打个电话你就被抓了 谁也不敢 而且是网上拍卖 要在阿里巴巴马云和什么什么商城网上卖 背后都是他们控制 没人敢出标 最后一标不行 二标不行 第一次七折 第二次六五折 第三次问人家买家 那个欠钱的 欠江家和增家 你要不要 你要你拿走 百分之五十 原来评估是三十万一平米 本来就评估是十三万一平方米了 十三万那百分之五十就是六百块钱 五万五 拿不拿 他说我拿 他就拿走了 他又不拿 这个合约担保就算取消了 大家去想想 江曾两家的权利 还用打电话吗 只要中国人知道 这是江曾家去想要的 上海银行想要的 谁敢去投资标的呢 所以北京山中院的法官 还有他这个姓刘的叫什么刘军这个 这执行厅是之所以那么集体 一秒钟都不等 要把程序全走完 而且连宋达的时间都不给 像河北的董先生 要把取龙十五年的罪行 就用一句话 这个不自然 就是审判不自然 他把整个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给河北的指定管家 全部推翻 然后把所有的十五年放回去 这个行取消 还要把取龙的资产给他 还把我们的资产还要给他 在我们还他的时候 当做法官的面 让取龙带到七八个 像黑社会一样 侮辱我们的律师 在大堂里边 指着鼻子骂 这就是中国的以法治国 这就是中南坑的妖怪 利用一国之力 一国之权 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干什么 就像高球的小舅子 高球的侄子 说全天下的女人都是我的 全天下的房子都是我的 我想住谁住谁 全天下的命都是我的 我想杀谁杀谁 这就是中南坑的妖 叫中南妖和中南怪 但是过去高球赵高 没有外国人管 没有世界人民管 没有social media 没有社交媒体 现在不可能了 咱们拭目以待 赵高高球 傅振华 还有望启山 还有孙力决 孟建主 咱们周子看吧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的战友们